10月27日,拉把国际艺术节董事会和组委会联合主办的有关第二届拉把国际艺术节新的轮值主席和终身荣誉主席的投票选举,在比弗洛伊山庄希尔顿酒店进行。 拉把选举大会由西好莱坞艺术园会创会主席,拉把国际艺术节执行董事托德·威廉姆森主持,知名国际媒体人拉把国际艺术节创会主席周正,英国皇家学会RSSG加州主席,拉把国际艺术节轮值主席凯伦·坎特尔公主,美国国际纪录片创会主席拉把国际艺术节董事哈里森·安格。 三次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拉把国际艺术节董事保罗·奥托森,国际知名音乐人拉把国际艺术节董事凯伦·韩,法国大使拉把国际艺术节董事贝利普·米尔·戈罗姆参加会议。 三位候选人士、企业家、活动家、慈善家。 出身于贵族和拥有英国往事学统的凯伦·坎特尔公主,专攻西方油画和中国水墨画,并在近年创出专属于自己风格的量子艺术,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黄建南。 法国艺术家、法国美术协会前主席任·阿若,经过七位董事的投票表决,凯伦·坎特尔公主当选为拉把国际艺术节终身荣誉主席。 黄建南当选为2022、2023第二届拉把国际艺术节拉把秘武最具影响力最具价值艺术家新任轮职主席。 由于黄建南因疫情不能前往美国洛杉矶任职,经拉把国际艺术节组委会讨论决定,并举手表决由凯伦·坎特尔公主代替担任第二届拉把国际艺术节轮职主席。 习客特别激动,也特别开心。 首先我想感谢拉把国际艺术节董事会和组委会对我的信任,对我艺术创作的认可。 都说信任比黄金还金贵。 我会好好地监视拉把艺术节组委会的这份信任,为拉把国际艺术节更上一层楼做出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不能立刻来美国扶行我的职务。 我建议委托凯伦公主代替我轮职主席的国相职责。 我相信在凯伦公主的领导下,拉把国际艺术节的工作,肯定会再上一个台阶,希望组委会考虑我的建议。 谢谢。 当然是个荣誉,要是成为拉把和兽业主席的拉把,在Los Angeles业厅业艺术节目。 我只想感谢蒋介面王汉将在我投赠着信心,为我承认认为他在2022-2023年。 他对艺术节目的艺术节目。 我是非常佳奥地服务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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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与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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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巴國際藝術節終身榮譽主席和接任輪植主席凱倫·坎特公主 當中宣布2022、2023拉巴國際藝術節沒有正式啟動 華夏電臺記者彼弗利山莊採訪報導